从烟雨江南到征荣鼠道 他开启了中国电子信息高等教育的拓荒之力 他饱受风雨的洗礼却依然长盛勿衰 成为中国民族电子工业当之无愧的摇篮 每当人们梳理中国民族电子工业的来龙去脉 都会将目光锁定在一个闪光的名字 他就是坐落在四川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 翻开珍藏的老照片 1956年9月正是中国执行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期间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对高级通讯人才的急需 根据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 上海交通大学华南工学院和南京工学院的电子类学科实施搬迁合并 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所电子信息高等学府 也就是电子科技大学前身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建设五十多年来 在国家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得到了国家重点的支持 电子科技大学始终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 培养基础知识扎实 专业能力强 综合数字高 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 努力建设一所特色研究开放的大学 学校1960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 1988年更名为电子科技大学 1997年进入首批国家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2001年进入国家重点大学建设工程行列 电子科技大学既往开来 成就了无数科学家的巨匠之笔 引领着当今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新潮流 打开尘封的记忆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胜刚目睹了学校自建校以来的全过程 1956年 刘胜刚被录取为电子科技大学的第一批研究生 24年后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作为中国高功率微波微波电磁学等 离子体电磁学和自由电子激光的创始人之一 刘胜是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获得世界电磁波科学界最高奖 八顿奖的科学家 如今他正率领着中国科学家向太赫兹领域发起新的冲锋 当前科学技术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沿 一个新的领域 它是处于宏观电子学 向微观光子学过渡的这个领域 就国际上一搞 我就在学校国际推动 在中国电磁理论科学和微波技术领域有一位拓荒者 在学校耕耘了半个世纪 茂蝶之年仍然比更不错 他就是被称为中国微波之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维干 早在1951年 林维干院士的博士论文 单腔多膜微波滤波器 就已经发表在美国权威刊物应用物理学报第一页 中国半导体功率器件领路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兴碧从1982年开始 致力于打破传统极限理论的约束 他的三项重要发明 使电力电子器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陈院士最大的心愿 是希望第二次电子革命能从中国开始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通信专家李乐民 主持并参与了国家一系列重大工程的研究工作 长期致力于通信网络的研究 在光网络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电机性工作 电子科技大学一路征程 拨下了成功的种子 我校的六个国家重点学科 囊括了电子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这两个领域的全部二级学科 这在中国是第一脚 学校被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同志誉为电子类院校排头兵 学校现在拥有包括五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在内的一大批科研平台 将研究触角延伸到国民经济以及国防建设的各个领域 先后承担了国家核高级项目 军事电子预研究863项目 国家973项目 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 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近十年来 学校在电子信息领域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国家技术发明奖九项 走进电子薄膜与集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际一流的仪器设备 富有朝气的科研团队 拼搏奋斗的创新精神 使其成为我国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一支中间力量 目前我们实验室承担了国家和省部级的在年项目 超过了200项 年度科研经费超过了1亿元 近8年我们实验室产生了7项国家级的奖励 那么我们有40多项的成果实现了批量和小批量的生产 电子科技大学2001年就参与了国家863计划 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的年纪工作 是八列山计划未来移动通信项目的总体组成员单位之一 今天电子科技大学全面的参与了国家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 重大专项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为中国和全球新一代无线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绍千教授担任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计划 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网重大专项总体组成员 参与为期15年的中国新一代移动通信重大专项总体技术与管理工作 他的团队以无可争议的实力站在世界新一代移动技术最前沿 学校在强化传统学科优势的同时 阶级拓展新兴学科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大步摆进 学校在电子信息领域汇聚了一大批 以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千人计划入选者 长江学者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国家级教学名师为代表的领军人物 并拥有信息薄膜与ITCC集成器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毫米波 等离子体及钛合资电子学 神经信息学的若干前沿问题研究 信息薄膜与大集成器件教育部创新团队 以及传感器与红外技术国防科技创新团队等 若干创新团队 在国际电子理论界有着格林函数人美誉 国家特品专家李乐伟教授等一批知名学者 也加盟到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是电子厂理论与纬波技术在我国的领头军 这里的学术氛围非常好 能够加盟电子科技大学是我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电子科技大学在中国大学里 IT技术综合势力非常非常强 非常集中 这是中国其他大学完全无法比的 沿着岁月的长河 学校接轨国际站在高端 学校先后与世界27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所大学 科研机构企业保持密切友好的联系 并与国际知名企业研究机构签订了科研合作协议 建立了51个联合实验室 我们和世界著名的IT企业 包括IBM Intel 微软 莫特罗拉 ADI公司 华为 中兴等 都建立了联合十年史 有着长期的良好的合作关系 我们也为这些著名的企业 源源不断的输送了 大批高质量的人才 我们的学生还在Science 物理评论快报等刊目上发表了论文 在先进的教育理念引领下 学校的科学研究平台 为学生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电子科技大学一直是国内优秀学者 所追捧的热门大学 我高考志愿 天的唯一一所大学 就是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大在通信领域 可以说是国内一流 所以我研究生就选择了这里 学校围绕基础知识后 专业能力强 综合素质高 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培养目标 全面贯彻强化基础训练 提高动手能力 搭建创新平台 我们的同学参与科技活动的积极性非常高 目前主要有四种形式 一是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 二是参加各级科技训练计划 三是参加各级各类的科技竞赛 以及大学生创新试验计划 我们有一批热爱创新研究的老师和同学 有着良好的校内竞技氛围 因此我们能在埃及夺得2010亚太集圈大赛冠军 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叱咤各大竞赛的赛场 获得亚太大学生机器人总决赛冠军 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总冠军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特等奖党 学校艺术团用青春全是艺术 同学们活力四射的演出 把对美的理解捐刻在每个生命的年轮里 网易的创始人首席架构设计师丁磊 是电子科技大学的杰出校友之一 他说我的一生只有一个大学母校 那就是电子科技大学 这六个字足以证明 中国也能培养出像我这样的年轻人 建校以来我们共培养了十多万毕业生 许多学子成为国内外IT界的精英和领军人物 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 做出了我们学校应有的贡献 我们要秉承求实求真 大器大为的精神 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谱写了中国电子信息高等教育新篇章的电子科技大学 始终站在时代浪潮之上 这座象牙塔里的人们正满怀对真理的追求 对科学的渴望 对未来的憧憬 昂首奔向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见